欢迎大家来到健康享乐厨房 我是泳辰老师 好那现在呢冬天啊 我这一集呢要跟大家分享的呢 就是一节气时当令 只要在冬天呢 减重的朋友啊 只要吃对了食物 补足的能量 这个时候呢就会越吃越瘦 好那首先呢一样 提醒大家如果还没有订阅频道的话 不要忘咯 在你们的右下角 记得帮我按订阅 记得打开小铃铛 每一次有最新的影片啊 大家都会最新的收到 好那减重的朋友呢 除了营养多元之外啊 最重要的就是呢 在对的时间点 盛产的捷技呢 吃食令蔬果 因为这个时候啊 才能够吃到呢 最营养的能量 好那这个时候呢 减重呢还是要记得三原则呢 还记得吗 第一个是优质的蛋白质的摄取 第二个就是啊低碳水 低碳水呢 避免血糖的震荡啊 也可以避免我们养出肥肉 那我们在冬天呢 一定要记得 多矿物质微量元素 高纤维的蔬菜 所以呢今天呢 要教大家在冬天啊 必吃的叶菜 像高粒菜的部分啊 里头含有很丰富的维生素U 可以凶护我们的 肠胃受损的组织 好那有机菠菜呢 跟大家分享啊 这个菠菜呢 在栽种的时候呢 必须要历经三个月的时间 大家才能够吸收啊 土壤里头的养分 一天一天的长大 所以我们在吃菠菜的时候 真的要细嚼慢 好好的吸收啊 这里头丰富的矿物质 微量元素的部分 而且菠菜呢 可以达到一个润燥活血的作用 所以把握冬天 一定要吃菠菜 再来呢就是啊 我们在家里面 不管炒菜也好 煮锅也好 记得冬天就是要吃同浩 因为同浩有一个润肠的作用 那同浩吃啦 因为有膳食纤维 它也会有一个饱足感 所以呢有帮助我们的减重哦 那再来呢就是芥菜的部分 那芥菜有小芥菜 大芥菜 常年菜 大家从现在的小芥菜 就开始吃 吃到大芥菜 种出来的时候 就吃大芥菜 接下来就是有这个常年菜 菇腰菜 反正你就一路把它吃下去 芥菜含有丰富的高扇子纤维 最重要的就是哦 它是一个高压的食物 而且呢可以排除 我们体内多余的盐分 那我们冬天吃菠物 吃得比较多 我们的纳社区也比较多 所以呢芥菜的部分呢 记得多吃 帮助我们排除体内多余的纳 这个就是冬天呢 我们必吃的四种的叶菜 接下来呢 冬天还有必吃的根筋类 像山药的部分哦 你们看哦 山药是不是粘粘的 山药粘粘的 因为里面含有很丰富的粘性蛋白 可以帮助修护我们的粘膜啦 我们的皮肤啊 所以冬天呢 一定要记得吃山药 还有就是呢 红萝卜的部分哦 看它红彤彤的 它有一个强性降压的作用哦 还有再来就是一个很大颗的 那个大头菜 大头菜呢 可以帮助我们清热的作用 因为冬天的热汤比较多 所以这个时候呢 如果糖里面啊 放一点大头菜 还是大头菜呢 做个发酵菜 泡菜的部分 都可以帮助我们清热的作用 那冬天呢 一定要记得 冬吃萝卜下吃姜 冬天呢 一定要吃白萝卜 白萝卜可以帮我们 清热的一个作用 所以这些都是 冬天必吃的根筋类 好那我们如何呢 在冬天呢 这个所有的这些 石令蔬果盛产的季节 可以煮出一道菜 然后呢 每一种营养啊 都可以吃得到 每一种食材都有 又可以营养均衡 营养波远 我们今天要来煮呢 鲜酥总会 鲜酥总会 就是把所有的根筋 刮果的部分啊 把它组合在一起 我们来看一下 今天的食材 好那今天的食材啊 非常的丰富 五颜六色 多样多色 各位不要忘咯 五色入五藏 要让我们的五藏六福啊 在冬天呢 非常的平衡 这个时候就要来自于 多色彩的 这些食物 那我们首先呢 来先把锅子 火打开 冷锅呢 我们就下冷油 好 这个时候 接下来就一一的 把我们今天的食材啊 通通放进来 各位呢一定要记得 今天的这一道 在过年过节的时候呢 哇它是一道大菜 非常喜气的大菜 不过呢 各位在平常的时候啊 倒是呢 这个家里面的冰箱 这个圣哥 这个半颗番茄 几朵的木耳 然后呢 一根红萝卜 一根小黄瓜的 你们也可以做这一道菜 讲起来好像清冰箱的菜 不过呢 它却是营养非常均衡的 一道大菜 好 首先我们先把这个木耳 先把它下锅 好 那木耳菌菇类呢 里面的多糖体 含量非常的丰富 所以要靠煮啊 把它煮出来 好 所以我们先下锅炒一下 好 接下来就是我们的菇类咯 好 我们的任何的菇 都可以放进来 菇类呢 除了多糖体啊 膳食纤维最丰富 而且呢 热量又低 这个时候是最适合 我们的减重朋友吃了 好你们炒到这个菇菇类的香气出来了 好开始呢可以把西洋芹啊 我们的红萝卜啦 红的绿的都把它放进来 再来就是呢冬天盛产的大番茄 一定要放进来 番茄含有非常丰富的茄红素啊 达到身体抗氧化的作用 好 接下来就可以把山药放进来 冬天要记得多吃山药 修复我们的粘膜 保护我们的皮肤 尤其呢预防啊冬季氧的部分 好 接下来呢 我们就放适量的水 好 那大家一定要记得哦 所有的这些蔬果的香气啊炒出来了之后 我们再放少许的水 焖煮两分钟 把所有的营养啊萃取出来 接下来再来调味 好 两分钟后我们就直接起锅 好 接下来呢 我们就把这个脆脆的小黄瓜放进来 还有呢 红椒 黄椒 青椒 椒类啊 可以帮助我们冬天的身体呢 抗疲劳 记得放进来 各位有没有发现五颜六色 什么食材都有 什么样的颜色都有 那大家如果有吃其他的食材 喜欢吃的 爱吃的 都可以把它放进来 好 这个时候我们就来调味 好 首先呢 我们放入啊 少许的海盐 有咸就有甜 蔬果的味道可以萃取的更丰富 好 那接下来呢 我们就放一点啊 椰花蜜糖 或是赤枣糖醇 有咸也要有甜哦 味道才会平衡 好 最后再将番茄酱啊 直接调味进来 好 有机的番茄酱 没有添加物的番茄酱 你们看这个颜色非常的自然 而且还可以吃到满满的茄红素 好 那记得哦 要有一点点的有机的乌醋 这一道菜的味道非常的入味 好 那最后呢 我们要撒上一点啊 胡椒 白胡椒 黑胡椒 各位喜欢的胡椒 都可以放进来 好 那蔬果总会呢 一定要调好味道 试好的味道 最后还有一个步骤 我们要帮这个蔬果 所有的营养跟味道 把它融合在一起 我们要来勾芡 好 所以我们用洋车钳子来勾芡 这样就能够达到越吃越瘦 好 那洋车钳子呢 我们先用水啊 把它调开 那你们可以等它那个吸水膨胀再调进去也可以 不过我今天用一个最快速的方法 好 调好之后呢 我就让它直接倒在锅里 遇到热之后它吸水膨胀的速度啊 更快 有没有 就开始勾芡了 刚好在冬天吃勾芡的菜有一个好处 这个菜的温度呢 也比较能够保温 所以各位要记得啊 今天把它学起来 洋车钳子哦 可以勾芡 好 我们煮熟了就好哦 现在就可以起锅了 记得哦 食物煮熟就好 不要过度的烹煮 否则它的纤维都老化掉了 吃起来就会彩彩的 好 以上呢 就是今天跟大家分享的 透过呢 在冬天呢 食令盛产的蔬果 做出的一道 营养满分的鲜蔬总会 好 那大家记得哦 把握这个冬天啊 一定要让自己吃好跟吃饱 才能够越刺越瘦 好 那我们一样 下个礼拜四晚上八点呢 做着越刺越瘦的料理 我们就下个礼拜见咯 再见咯